英语中的两个有 某人有某物 用have 某处有某物 用there be 来看题目 第一题 我有一本书 主语是我 是人有 这里用have 第二题 桌子上有两个苹果 是某地有某物 用there be 这里是两个苹果 我语动词要用复数are 所以是 there are two apples on the table 第三题 它有一本书 是某人有某物 这个时候要用have 但是注意咯 主语she是第三人称 那么位语动词 要用三单形式 have变成has 所以是she has a book 第四题 杯子里有一些水 也是某处有某物 所以用there be 但是要注意咯 不要一看到some 就写there are 这里的water 是不可署名词 那么位语动词 要用单数is 所以是 there is some water in the cup 你学会了吗 想学更多英语知识 来我的直播间吧